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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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这时候不喜欢开抽油烟机 更会加重油烟对身体的伤害 让致来的成分有了可乘之机 所以在家里做饭的人要注意厨房的油烟 对于厨房油烟我们应该怎么更好地解决呢 熟 先一定要保证空气的流通 当炒完菜的时候 也要开上2-3分钟左右的抽油烟机 让油烟完全被释放掉 其次 尽量选择少油烟的烹调方式 不蒸 煮 煮 多的 最后选择一个厚底的锅 这种炒锅有一个特点就是 传热性慢 能够让油温升高的速度变慢 起到减少油烟的效果 各位朋友 你喜欢吸烟吗 做饭的时候都开抽油烟机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们的营养师